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一系列艰苦的考古发掘工作 考古队员发现 这一座墓葬的前室为雄龙顶结构 结合墓葬内出土的漆器、青死器等陪葬品 专家推断墓葬年代为六朝的东吴时期 墓葬内出土的精美陪葬品让专家们相信 墓主人应该是一名东吴时期的显赫贵族 随后墓次与墓与墓业的出土也证明了专家们的猜想 墓次正面墓书 丹阳朱然在拜 问起居 顾张自一封 墓业正面墓书 劫幼军师 左大司马 当阳侯 丹阳朱然在拜 清晰地记录了墓主人的身份 他就是三国赫赫有名的东吴大将 朱然 1988年 墓葬内出土的文物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文物陈列馆正式展出 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三国瑰宝 感受三国文化 1996年9月 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文物陈列馆 开始了第三期扩建工程 在施工过程中 施工人员在朱然木附近 挖到了青灰色的砖块 由于这片区域 靠近朱然木 施工单位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 看到现场裸露的青庄后 施工单位立刻上报给当时的 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 接到消息后 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的考虎队员们 火速赶紧现场 并立刻展开勘探 1996年9月份 朱然木陈列馆在库建工程中 在朱然木的有情法 又发现了一座墓藏 但是墓藏的目的一直残缺 墓藏的侵蚀的顶部 已经坦塌了 初步清理现场后 考古队员们发现 墓室的顶部已经露出地面 能够看到其中裸露的墓壁 因此考古队员们确信 这里的确埋藏着一座古代墓藏 这一座墓藏位于朱然木西南方向 距离朱然木仅34.2米 对墓藏周边进行勘探后 考古队员们确定了墓藏的大致范围 从外部测量 墓藏总长为10.59米 此时考古队员们想到 朱然木的总长只有8.7米 显然这一座墓藏的规模 竟然大于朱然木 因此专家们判断 这一座墓藏也应该是一座高等级墓藏 那么这座高等级墓藏来自什么年代 墓主人会是谁呢 它就在朱然木附近30多米处 其墓主人与朱然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996年9月6日 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考古队员们很快将墓藏表面的填土 清理完毕 此时墓藏的外部轮廓就显露出来了 这是一座铝字形形墓的专式墓藏 由前世 后世 永道 过道等组成 但墓藏前世 后世的顶部 均已坍塌 墓室内充满淤土 专家们推测 这一座墓藏很可能早年遭遇盗局 墓顶的倒洞破坏了原本稳定的结构 墓顶长时间受力不均 导致倒洞不断扩大 最终发生坍塌 考古队员们决定 从前世顶部坍塌的区域进入墓藏 然后逐步向后世推进 最后再清理墓门 发现时发现 前世被倒扰 在地表一米半左右的地方 发现一个金钗 在前世深1.8米左右的淤土中 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件金钗 这一件金钗为U型 长10.2厘米 宽0.8厘米 外形朴素典雅 古时下葬常有金银陪葬 是生者对于逝者的美好祝愿 希望他来世也有金银相伴 金钗的出土振奋了考古队员们的心情 又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发掘 墓藏前世1.8米深的淤土终于清理完毕 考古队员们在前世拐角处 发现了一件青磁鱼 这件青磁鱼出土于前世右拐角处 它高0.23米 整体呈战力状 头顶有两个鸡脚 鼻梁高耸 双目凸起 口中长舌外吐 一直延伸至脚部 青丝涌的两臂下垂 手部刻画四只手指 表情严肃 墓藏中出土人勇并不新鲜 但一般都是写实的人勇 这个青磁人勇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造型呢 那么这是一件正墓涌 那么包括这座墓栈在内的马银山地区的宋屋墓栈 出土了这个各种形状的涌 包括这种口头缠舌的 也包括人面瘦身的 包括穿山甲这个形状的 那么这种正墓涌 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是正墓作用的 原来这只造型奇特的人勇是正墓涌 古人相信它具有辟邪驱魔的法力 于是将其放置于墓葬内 希望能够护佑死者灵魂 使其亡魂免造阴间野鬼的侵扰 那么为何这件青丝正墓涌 会使用口吐长舌的造型呢 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呢 这种口吐长舌的正墓涌 它的寓意表达的是 这种万物复苏 吞吐生命的这种寓意 在墓葬里面 一方面正墓 第二方面也表达对 这个子生的皮肤的这个功能 原来古人们相信 威猛 猙獰 凶狠的外貌 可以表现超乎常人 超乎自然的神力 古人给正墓涌赋予口吐长舌的造型 其实是对超自然力量的追求与崇拜 根据这支青丝正墓涌的造型 专家们也初步推断出它的年代 那么这种幼陶或者是青丝的 这种可吐长舌的这种正墓涌 那么在四川 重庆 以及湖北地区 以往都有出土 那么主要出土于东汉末年 到六朝早期的一些墓葬之中 根据这件青丝正墓涌鲜明的时代特征 专家们推测 这一座墓葬也很有可能 是一座东汉末年 至六朝早期的墓葬 但这仅仅是一个推测 毕竟仅凭单剑器武 来推断墓葬年代 多少有点武断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 考古队员们在前世的地面上 清理出两方祭台 祭台是墓葬中摆放陪葬品的区域 但这两方祭台上 均没有陪葬品出土 这是什么原因呢 被盗了很严重 所以所有的原来的这些水弹品 都失去了原来位置 另外也有很多水弹品 也许已经被盗墓葬给盗走了 祭台清理完成后 考古队员们得以一览前世的全貌 前世长3.28米 宽3.22米 地面铺有人字形地砖 而根据木砖 从四边起楦的排列形式 专家们判断 这一座木葬 为典型的四边旋径式穹龙顶结构 四边旋径式穹龙顶结构 是由木室四壁向上弃柱 最终在木室正上方形成并龙的木顶结构 是东汉以来传统的木顶结构 主要流行于六朝时期 受到当时显贵阶层的青睐 根据木葬类出土青丝镇木涌 专家们曾初步猜测 木葬年代可能在东汉末年至六朝早期 而木葬前世的四边旋径式穹龙顶结构 则将木葬年代锁定在六朝早期 是初步猜测 前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青丝盖罐高20厘米 口径11.1厘米 是盛装美酒或者食物的动气 它通体是青黄色柚 颈尖处是有精美纹饰 下部堆塑四个等距离乳丁 右色通透 线条流畅 捏速精巧 经过同类型器物的形状比对 以及右色右质的分析 专家们最终判断 这件青丝盖罐应该来自六朝的东吴时期 瓷器是判断牧藏年代的重要依据 而这件青丝盖罐的出土 也进一步将沐藏年代锁定在六朝东吴时期 也就是公元222年至280年 其间跨度59年 也就是说 这座沐藏和朱然墓的年代 基本在同一个时期 唐古队员们还在前世的左前臂 发现了有少量磨印油 富且贵至万世 富贵万世文字的木砖 体力与朱然墓出土木砖相同 有人提出 这或许可以证明 物主人与朱然确实存在着重要的关系 但专家们认为 此类木砖是马鞍山地区出土的 东吴高等级贵族木丧 普遍使用的木砖 并不能证明物主人与朱然之间 一定有重要的关系 前世的清理工作结束后 发掘工作继续向后世推进 在到达后世之前 考古队员们还需要发掘一段 连接着前世与后世的过道 过道平面呈长方形 长1.16米 宽1.12米 高1.42米 使用二层西形砖砌成 顶部为斜线状 专家们发现 这一座木葬的过道顶部 呈斜线状 而正常情况下 木葬过道的顶部 都是拱形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发掘时发现 木葬群生的顶部 已经被破坏坍塌了 我们知道群龙顶的木葬 上面液力越大 下面粘力越大 因为顶探断过几个把液力给卸掉了 所以这个木葬 木葬被两次挤压 已经变形了 这一种松转的时候 已经应该是锁起来了 现在被卸过来了 这个木葬的顶部的时候 应该像桥远的一个 弧度的一个工地 现在已经探断了 只不见仅是一条线了 在清理过道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件 青磁木 这件青磁木高2.6厘米 直径7.36厘米 分为上下两扇 上扇边缘有一个插孔 用于插轴推木 底面刻有辐射状钩槽 下扇表面同样刻有辐射状钩槽 两扇合在一处 即可进行研磨 这些墓子都是作为名器来陪葬的 也可能就是主人生前 他都是石墓 但是他死后 因为是四始如生 时期在东汉墓年 逐渐成熟以后 大部分就用磁来制作墓子 作为名器来陪葬 墓盘是中国古代必不可少的 粮食加工工具 青磁木的出土 体现了古人对于粮食的重视 同时也透露出 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基因 过道清理完成后 发掘工作继续向后市推进 在清理后市淤土的过程中 一件青磁羊出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 这件青磁羊长33.2厘米 高21厘米 通体是清幼 色泽银润透亮 自俗全须做卧服状 体态风雨圆润 全身多处是有斜线纹 腰部及腹部是有宽菱形纹带 整体捏素细致精巧 纹饰刻画生动细腻 清磁羊的腰部 上面披了一个菱形的侠胚 应该是瑞士的一种钻石的神法 写出了这个清磁羊的时候 胆词很高美 此时考古队员们发现 清磁羊的头顶有一圆形孔洞 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清磁羊它取之响的意思 清磁羊的作用就是灯台 头顶上的圆孔是插纳中运的 到后续的时候 尤其清磁羊到背上面 头上面都有一个柱状的孔 是插纳中运的 专家们认为 这个圆孔是插蜡烛所用 也就是说 这件清磁羊 其实是一件精美的竹台 它内部中空 用以灌注油脂或蜡 上层放置灯芯燃烧 是贵族阶层日常使用的物品 同时 专家们也对这件清磁器的年代 做出了判断 这个清磁羊 构头肥大 又在援揉 应该是 这件月要时期的丁粉作品 实在应该是在 灯屋中晚期 实际上 东汉晚期江南地区 开始形成清磁产区 三国时期 在清磁制作工艺上 已经相当成熟 而这件清磁羊的出土 也让专家们最终 将物葬的年代 锁定在东吴中晚期 与这件清磁羊一同出土的 还有一件清磁前纹罐 这件清磁前纹罐 高四十一厘米 口径四十厘米 体型硕大 是盛装水或酒的容器 它通体是青黄色柚 局部柚质脱落 整体造型优雅 颈部与肩部 各是一道凹弦纹 外面 大拳五十铜钱 是西汉新潮 王莽时期发行的货币 它始祝于公元七年 废制于公元十九年 仅发行流通了十三年 那么 为何这件清磁前纹罐 会使用一个短命王朝的铜钱 作为文室呢 这种前纹罐 是东汉到六朝时期 它比较流行的 跟这个前纹的寓意有关系 所谓大前五十钱比较多 是不是跟这个有观念 不解 后室的清理工作 逐渐接近文生 考古队员们得以窥见 后室的全貌 这座墓葬的后室呈长方形 长4.22米 宽1.80米 地面铺有人字形地砖 根据后室残存的顶部 专家们判断 因为炫顶结构 这座墓葬的后室呈长方形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本应放置棺木的后室 考古队员们却没有找到棺木 这是什么原因呢 和竹然木相比 这个地方堵了一个 转持的管床 根据发现情况看 广木应该是站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一条排水垢 在广木已经腐朽不成 下面有几个残序的关定 那么为什么这座墓葬的棺木 腐化得如此严重呢 那么墓葬里面 墓枝占据的保存 它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而这座墓葬 而这座墓葬在发掘之前 我们通过种种的现象可以判断 它早年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盗扰 这个墓葬里面没有发现积水 那么这种保存的环境不具备 但令人奇怪的是 株然木的棺木保存得极为完整 这座墓葬距离株然木 仅34.2米的距离 为什么株然木的棺木 却安然无恙呢 株然木也是被盗了 但是它只是在后市的圈林 盗了一个洞 也下去来盗的 盗过以后呢 根据也许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那个后市的盗洞呢 应该又是被封闭掉了 从总体情况讲呢 这个后市呢 这株然木的墓石啊 应该总体还是个封闭状况的 原来株然木内大量的水和淤泥 保证了木室的封闭环境 这才让漆器与棺木得以保存 而这座墓葬暴露在空气中 棺木接触空气 很快氧化腐朽了 因此没能保存下来 至此 后市的发掘工作已告一段 考古队员们来到连接木门 与前世的涌道 在清理涌道淤泥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件 青瓷珠圈 里面还有两件青瓷珠 这件青瓷珠圈为长方形 顶部各有瓦棱 正面有两扇门 侧面各有两扇窗 后面还有三扇窗 两件青瓷珠通体 是青黄色柚 身躯建树 捏素灵巧 其中一只青瓷珠 能够清晰地 看到腹部下的乳房 专家们判断 这只青瓷珠为母珠 这两只青瓷珠 因为公母一对 中国古代 这个战书就是 四死于四生 凡是个生前 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器具 都希望带到木内 包括青瓷珠 青瓷其他的一些名气 跟日常生活相关的 以这样的一些木杖 都发现比较多 中国古代 因为生产力不发达 猪除了是食材外 也是财富的象征 因此在墓穴中 陪葬青死猪圈 实际上也是将农业财富 放入墓葬中 让墓主人拥有更多的安全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 艰苦发掘 涌到内的淤土 被清理干净 涌到尽头的石门 显露出来 这座石门两扇对开 大小相等 门楣和两侧门柱 均用青砖器柱 石门清理完成后 考古队员们在石门的外侧 发掘出一堵封门墙 封门墙由20层青砖 纵向侧立交错垒程 厚0.335米 宽2.50米 残高1.80米 封门墙外 就是这座墓葬的墓道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古发掘 墓道完全呈现在考古队的眼前 这是一段长5.8米的斜坡墓道 墓道清理完成后 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也即将结束 遗憾的是 墓葬中并没有出土 能够准确体现墓主人身份的相关文物 那么墓主人会是诸然的家族成员吗 这座墓葬与诸然墓相距34.2米 诸然墓的墓相是180度 诸然墓的墓相是187度 诸然是佐大司马幽军寺 与它相距如此精的墓葬 应该是到家族成员之一 专家们认为 这座墓葬与诸然墓的朝向基本一致 位置相近 且年代都为东吴时期 考虑到古代等级制度森严 豪门世家的藏区不可能藏无外人 因此专家们判断 这座墓葬的主人 一定是诸然家族成员 那么这座墓葬的墓主人会是谁 它与诸然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一时间众说纷纭 有专家认为 这座墓葬的主人 可能是诸然的养父诸智 他这墓葬是在诸然墓的西南方 因为从汉朝墓葬朝向来讲 就是片南的是主墓 也就是右边是坠墓 综合他的墓葬行之 诸然墓是8.7米 它是4米多 还有一个石门 石门并不能端带 但是它能体现在墓主的身份 这个墓主的身份和机位 要告于诸然 只能有它的养父诸智 如果这座墓葬的主人 是诸然的养父诸智 那么这座墓葬的年代 应该要早于诸然墓 但有专家提出 这座墓葬的年代 很可能晚于诸然墓 和诸然墓相比 这座墓葬的后始 有一个转气的管床 这是它时代晚的标志之夜 此外 这座墓葬出土文物 大部分为青瓷器 并没有出土陶器 但诸然墓里 却出土了很多陶器 其实 东吴中期往后的墓葬中 青瓷器的数量 在逐渐增多 而陶器逐渐减少 因此专家判断 这座墓葬的年代 明显晚于诸然墓 也就是说 墓葬的主人 很可能不是诸然被养父诸治 我们认为 应该是属于 他的儿子 这个世纪的墓葬 这个墓葬出了这些器物 和这个墓葬的形式 他都要晚于 这个诸然墓的 这座墓葬的主人 是诸然的养父朱智 还是诸然的儿子朱继 目前尚难有定论 但专家们一致认可了 这座墓葬和诸然墓的亲密关系 所以这座墓葬被专家们称为 诸然家族墓 前后历时12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工作 诸然墓及诸然家族墓葬 先后重建天日 在这个家族墓葬群中 共出土器物约170件 其中七墓器约80件 青瓷器53件 金器1件 青铜器7件 这些文物品级极高 工艺水平令人惊叹 平基 木基 七格的发现 显示出中华文化的远远流长 工为艳月图七案 童子对棍图七盘 贵族生活图七盘 等珍贵七器的面世 让世人得以窥见三国时期 高超的七器制作工艺 这些珍贵的文物背后 又隐藏着那些古代的信息密码呢